我不開心 因為看到香港再不是香港 所以今天 要帶小朋友出來支持整個香港的人 其實昨晚一直看直播一直都很生氣 一直看女生被人打爆眼 然後太古人被人亂出去 那些年輕人被人禁了 他們不斷說對不起 不斷被人打 好生氣 所以昨晚整晚都睡不到 再不說明基本上香港警察不是保護香港市民 其實我覺得沒需要他們在 其實現在很諷刺 我教小朋友是爸爸媽媽保護你的 不是警察保護你 我覺得很搞笑 會在這個這麼先進的城市出現 反而她在電視看到 是誰打人 是警察打人 希望大家都不要放棄 繼續去支持一些覺得是正確的事情 香港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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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了聲討那個女生被警察射盲 相信很多香港人都覺得很生氣 然後都生氣到睡不著 作為一個香港市民 你想有人可以保護到你的時候 才發現保護你的人是傷害你的人 是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我覺得最不公義的地方 她的妹妹出了一個post 就是說她其實真的抬一抬頭過來 然後看看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被人射中了一隻眼 我自己都相信她是手無寸貼 沒有發生過任何暴力的時候 都被人這樣傷害 因為我們作為醫護界的前線工作 我們對於昨天的那個無差別 濫用暴力的警方 是非常極度 十分之憤怒 那些暴力是非常之靈人發自 我自己去用 現在是國際的罪行 他們是怎樣呢 他們在地鐵站公然射這個出列彈 在入閘機之前射進去 即是怕死入面搭地鐵的人不死 就算你有你的武力之隱 你的武力之隱 是不是要你射頭射眼 希望香港人加油 醫護的人員永遠都會在你們身邊 同行 同夫同級 警察的最近 即是昨天的處事手法 是比起之前是殘暴很多的 即是包括就是 會就是 會冒充前線示威者 帶著朱雀去抓人 香港好像變了一個 用武力統治的 軍政府這樣 但在這一刻 就覺得 不單是爭取不到自己的訴求 連自己人身的安全 和見到大家 同路人都慢慢受到人身的傷害 或者永久的傷害的時候 就會覺得 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 聽過一句說話很感動 就是希望最後一天 在煲底下大家脫下口罩 和眼罩 然後抱著大家 那作為一個香港市民 我都不是很政治活躍的 但真的覺得太過分了 警察竟然在地鐵站內放催淚彈 根本站裡面 他們都沒有搞清楚 哪些是示威者 哪些是市民 就這樣做了 一定傷害到本夫 還有在站內放催淚彈 是好像放沙林毒氣 因為由六月頭到現在 香港人可以做的事 已經試過無數的方法 但是政府只是一意孤行 甚至是愈來愈厚顏無恥 所以是我們這些不敢流血的 不敢上前線的話 但我們還想為香港做到些事的話 你只可以站出來 大家現在如果連最基本的自由 下街吃頓飯都需要害怕 都需要擔心 乘過地鐵都需要提心吊膽的話 那其實這個還是我們住的香港 是不是我們成長的香港 從第一天到現在 只懂得錄音機 懂得這樣複術同一番說話 反之而 他只不過一次又一次 做更加多的事去傷害大家 是政府的無盟才會出現這麼多的事情 而不是年輕人在香港搞事 而且我自己都不是一個學生 我自己都不是一個年輕人 我已經是一個在做事的人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都是支持香港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有的價值 以及應該有的自由 我今天是請假過來 我想香港人想想 我們在這個社會裏 我們還可以正常地上班 很多時候我看到警察的暴力 看到香港人 雖然看了那麼多 那麼令人痛心的新聞 但我們第二天依然要繼續上班 我覺得這個已經不再正常的香港 香港已經大緊張 但我們在一常的齒輪下 我們好像依然過著 沒有事發生的一種生活 所以我很想 將這個地色賺錢的機器停下來 好像一代人 看不到將來 如果我們這個時候放棄 我們失去了的東西 就不會回來 香港已經退無可退 因為我不會 purchas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